眾所周知 Mac 的字體是非常的漂亮的 但是 Windows 的字體可就沒那麼漂亮的 Windows 的字體常而是微軟正黑體 這是比較適合用於簡報設計的 而在桌面上大家非常不喜歡這樣子的字體 像是我身邊的朋友啊 然後又有聽過網路上有一些人說 他們是非常不喜歡那位 因為就看起來沒有那種 Mac 的粗度 沒有 Mac 的美感 那今天呢我就要來教大家如何把它變成 Mac 的美感 而且跟 Mac 的字體非常相似 哈囉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錢生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要來教大家怎麼改 Windows 的桌面字體 那像我這樣子呢 就是我們最後改出來的成果 那我先第一步呢 這裡呢 我先把我們的字體調成預設的 那請大家稍等一下 哎呀 看到這個字體還挺不習慣的 因為自己那個字體已經用了一個月了 那我們話不多說直接進入就要選吧 首先第一步 我們點擊 Mac Type Wizard 點擊 4 這裡點擊 用 Mac Trade 系統加載入 然後使用管理員身份運行以及獨立載入模式 這裡我們點擊下一步 OK 那這裡我們是預設的字體 也就是 Default 那我們如果想要把它改成 Mac 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首先第一步 我們要選擇自己喜歡的字體 盡量是越深越好 或是我們也可以選擇這個 反 Mac 的 INI 執行檔 那我們就選這個吧 因為這個我自己認為是還挺好看的齁 然後我們點擊完成 這裡點擊確定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設定字體的話 之後會交一起給大家 這裡我們更改好之後就點擊關閉 那你會發現這沒有什麼感覺 那我們就來看第二步 首先我們要先點擊這個 Numerial UI 再來我們要點擊 Select 這裡要設成平方SC medium 那這個平方字體我們會放在字頂區 以及描述欄 那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Style Normal 是我們普通的字體 Italic 是斜體 Bold 是出體 那 Bold Italic 就是代表這兩個合起來 就是斜出 然後我們 Size 運色都是色為舊的 那這裡我們點擊 OK 點擊 Set All 然後要讓它跑一下 我們可以點個花數兩下 那這樣差不多就跑好了 你就會發現它的字體就非常像MAC的字體 讓你的字體變得非常好看 只不過我們底下工作領域的字體還是不會改的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留言開小鈴鐺 那在底下描述欄也有新增我們的問卷連結 裡面都可以說你想要看什麼影片喔 我是千山 下一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